好 來 關心天氣 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中午過 還是跟昨天一樣會有大雷雨 還是要注意安全 不過從昨天到今天 有一個新的天氣狀況 是什麼呢 有一個清台形成了 今年的第二號颱風 本來大家搓了一旦 在等封面來襲 結果是颱風先行程 不過還好啦 這個輕度颱風對於台灣 是沒有直接影響 目前它是持續往北的方向 即將要登陸在大陸的廣東 大間晚上會登陸 所以這一段時間提醒大家 如果往返香港 就跟澳門的觀眾朋友注意 對於台灣來講 它本身的環流 是不會直接影響台灣 但是明後天 它的水氣其實還是會飄到台灣 像明天可能中南部地區 就會受到水氣的影響 整天都有下雨的機會 接下來這個颱風 逐漸的來到了大陸的陸地 然後它減弱成熱帶性低氣壓之後 它可能它的系統 會併到北邊的封面系統當中 所以這兩個系統恐怕會結合 水氣就是很多很多很多 我們來看看衛星雲圖號 要提醒大家 目前在台灣北邊 封面已經逐漸在形成當中了 而這道梅雨封面 正是影響台灣的時間點 會是從星期三開始 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莫格颱風 是在比較遠的地方 所以颱風逐漸北上之後 它有機會變成封面的一部分 但事實上最要擔心的是 從星期三開始後面的西南氣流 這個西南氣流 恐怕比上一波時間影響還要再長 甚至雨勢還有可能更大一些些 所以從星期三開始一連 基本款是五天起跳 而且木檢基降局說 搞不好不止五天 搞不好下到七天 一定要提醒大家 封面持續滯留在台灣的 上空的情況底下 如果西南氣流 不斷的把水氣送進來 對流很旺盛的情形 還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現 致災性的降雨 這個部分觀眾朋友 真的不能掉以輕心 再來看看雨去一側的部分了 今天跟明天的下雨其實都會有 今天最主要還是集中在 午後雷陣雲 你看北部的山區 東部的山區 以及東半部地區 甚至是到中部地區 提醒大家 起碼都有60%到70%的降雨機率 在中午過後 提醒你一定要大雨距離 而且要注意 其實中午後的午後雷陣雲 也會有破百的時雨量出現 一定要留意 到了晚上開始 山區的午後雷陣雲 開始緩和下來了 但是中南部的沿海 坑雪下雨 其實這個就是颱風的水氣 帶來的降雨 明天 因為其實雲本來就比較多 所以高溫不會像今天這麼高 午後雷陣雲發展的機會 會比較緩和一些些 所以明天或許 下雨的時間會長 可能全天都會下 但是說比較強的降雨 明天會比較少見 但重點還是在 從星期三開始 天氣停看梯 我們來掌握一下 這個星期的動態 倒數兩天 梅雨封面 加上西南氣流 是從星期三開始 要清洗台灣了 而且一連會下5到7天 那原本有氣象專家說 如果下5天的話 那就是下120個小時的雨 但是現在看起來 恐怕不止120個小時了 下個星期一 星期二 其實封面 還在台灣的上空滯流 還在台灣的附近滯流 只是這個時候的 西南氣流的強度 我們就要再觀察 總之接下來 從星期三開始 一定要防 治災性的強降雨 平地方煙 山區就別去了 像昨天素溪團 就很危險對不對 所以提醒大家 山區就不要去了 至於清明兩天 雨具還是要隨身攜帶 遠都還是會有下雨的狀況啦 以上是最新的天氣訊息 趕快把時間交換給次程